真是气压 大气压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但是学生面对它的时候 往往显得不知所措 而且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利用简单的厨房器材 来重现当年脱离切粒的实验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厨房用的抽气蒸空罐 烧杯以及试管 以及红墨水 红墨水需要装到试管8分满 小气球数颗 将脱离切粒装置 放至抽气罐内 放好之后盖上盖子 再将抽气阀套于盖子上 开始抽气 抽气的时候 由于灌内的压力逐渐下降 相对的 试管内的气压并不会改变 所以当灌内气压下降的时候 试管内的气压会将意面往下推挤 所以你可以看到意面下降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按下进气阀 让外界的空气进入灌中 让气压回升 看看试管内的意面有什么现象 当我们按下进气按钮的时候 外界的空气逐渐进入灌中 使内部的压力增加 这样子的话会使原本低于水面的意面 逐渐升高回复到原来的高度 现在以同样的装置 只不过脱里切粒的简易装置 换成数颗小气球 我们现在逐渐抽气 逐渐抽气的过程当中 同样是使灌内的气压变小 但是气球内部的压力 相对的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使气球的体积膨胀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气球体积逐渐加大 如果现在按下进气法 让外界的空气同样的进入罐内 平衡压力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气球体积缩小了 如果在烧杯内 放入80度C以上的热水 再放到抽气罐中 逐渐地抽光里面的气体 就会发现 即使不到100度 也会发生沸腾的低压沸腾现象 如果在沸腾的现象停止之后 再按下进气阀 那么就会看到罐中充满雾状的气体 反而看不见烧杯 利用这个装置 可以在教室里面 演示一些平常 必须上山下海 才能看得到的气压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